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母亲每暗动一次倒退剑就见证一次儿子死亡的奇幻悬疑故事 新阴阳魔界之重播 故事一开始一对黑人母子正在餐厅中用餐 从他们的对话可以得知今天是儿子大学入学的日子 母亲送他去报道 这时候餐馆来了一个白人警察 警察是这家店的常客 向服务员点赞后就在这对母子的隔壁坐下 此时黑妈正在用摄像机拍摄儿子小黑 小黑不小心将番茄酱挤到了衣服上 黑妈检查摄像机开关 一不小心按到了倒退键 只见儿子小黑身上的番茄酱不见了 原来时间竟然倒退到了小黑挤番茄酱之前 眼看着小黑又要挤番茄酱了 黑妈赶紧制止了儿子 吃完母子俩继续赶路 但由于车速过快被刚刚那个警察追了上来 但他不是追究车速的 而是询问小黑车里是否有武器 看起来是在进行枪支管制 但话里话外透露出几分歧视的意味 小黑努力遏制愤怒的情绪 黑妈冷静地和警察对答 企图警察能够放过他们母子俩 就在这时警察发现了摄像机开着机 于是去抢他们手中的摄像机 在争抢中再次按到了倒退键 退回到母子俩刚刚离开餐馆开车上路的时候 黑妈为了防止警察再次追上来 及时让儿子将车停下 可是车刚停下 警察又追了上来 说他们的车胎还压在高速上 违反了法规 小黑一听就来气和警察杠了起来 争执中警察举起了手中的枪 对准小黑 千军一发之际 黑妈按下了倒退键 时间直接倒退到 母子俩还在餐馆的时候 为了防止再次出事 黑妈决定由自己驾驶 以防晚一 她还换了一条线路去学校 这次警察没有再追上来 但是黑妈还是不放心让儿子开车 于是他们找了一个旅馆稍作休息 没想到警察出现在了旅馆内 警察不由分说 要查看俩人的身份证 小黑觉得警察这个要求十分无理许闹 再次和警察杠了起来 警察一把将小黑按在墙上 掏出了枪 关键时刻 黑妈再次按下倒退键 时间再次倒退回 他们在餐馆的时候 此时警察正在餐馆里用餐 黑妈为了杜绝后患主动和警察套近乎 还请她吃了一份美味的苹果派 两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 警察起身准备离开 走之前她问了句 外面停车的那辆车是谁的 黑妈说是自己挣钱买来的 当警察让她出示这辆车的归属证明时 黑妈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出来 谁会随身携带购车证明啊 面对情绪激动的黑妈 小黑急忙说 她手机上有证明的照片 于是赶紧将手机掏出来准备交给警察 可是警察以为小黑要袭击自己 一枪打中了小黑的心脏 面对儿子冰冷的尸体 黑妈十分痛心 她尝试再次按下倒退键 竟成功地将时间倒退回餐馆时 趁着警察没来 她赶紧带着儿子离开 但出门时还是遇到了警察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黑妈带着儿子去找到哥哥 跟她说了这件奇怪的事 哥哥相信了她说的一切 并通过小巷和地下通道 将母子俩送到了学校 没想到警察直接到学校里拦住了三人 并带来了更多的警察 黑妈看着身后报道的学生们 也不再害怕 她义正言辞地说 自己儿子没有干过任何犯法的事 然后拿起手中的摄像机对准警察 这次她没有按倒退键 而是按下了开始按键 围观的群众也拿起手机对准警察 看这架势警察要是赶开枪 必定会引起中怒最终警察不得不撤退 小黑也终于成功地进入了校园 直到十年后小黑成家生子了 黑妈还是不敢放下手中的摄像机 她害怕警察哪天再次出现在儿子面前杀掉她 儿子劝她可以放下了 已经录得够多了 黑妈不情愿地放下了摄像机 就在这时小孙女贪玩地拿起摄像机把玩 却不小心将摄像机摔在了地上 黑妈激动地赶紧去捡 但是摄像机已经摔坏了 就在儿子出门为小孙女买冰淇淋时 黑妈听见了屋外传来的一声警笛声 可是她再也无能为力 她已经失去了可以倒退时间的摄像机 到最后小黑还是没有逃脱警察的首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 当你放松的时候就是毁灭的开始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